处理在现场的钢塔高18米 由数十吨钢材搭建而成 并用十字钢架进行重心固定 同时为了保证挑战安全 钢塔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共有四台重心挖掘机进行钢篮固定 两台百吨级吊车也处于待命状态 这是挑战不可能第二季开拨以来 耗资人力物力最为庞大的一次挑战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一重工的昆山基地 首先为大家请书的是今天的挑战者 和他13.5吨的搭档 张师傅您好 今天您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 为大家讲述一下 你要挑战什么 我今天用我们这台135挖机 爬这个18米的铁塔 爬18米的铁塔 挑战规则 挑战者将驾驶重达13.5吨的挖掘机 用机械臂像做引体向上运动一样 顺着六层铁塔逐层攀爬 当挖掘机到达顶部时 再利用机械臂将机身抬起 至悬空状态 坚持5秒 即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共有两次挑战机会 在全国观众的注视之下 看看今天的挑战不可能 究竟可不可能 张师傅 祝你好运 我们这些三一重工的吊车起重机 曾经参与过智力矿难的抢救工作 同时还参与了礼约奥运会的场馆搭建工作 这些机器绝对可靠 我们看到张师傅已经出发了 我要用13.5吨的挖机 爬到18米抱着铁塔上面 这个难度是相当大 在国内是没有人去尝试的 张师傅将先把机械臂挂上铁塔凹槽 之后将红色安全销打入塔体上的圆孔 这是为了确证机械臂 已经完全卡进卡槽 保证安全 现在整个挖掘机的机身已经起了 全功了 我们现在看到张师傅的整个挖掘机 在自己的机械臂的带动之上 就像坐引体向上一样 这真的就是引体向上 我们底座的履带前方伸出了一个横梁 这个横梁必须完全准确的挂在 标号是1的台阶的凹槽里 张师傅有问题吗 好疯狂 距离还不太够 距离还不太够 现在大家只要有一定的物理知识 就能够知道张师傅 此时此刻 整个挖掘机的机身 主要的力量全都承担在机械臂上 如果中途失败不是就掉下去了吗 对啊 而张师傅履带前方的那个钢梁 一会将承担整个机身的重量 大家看一下我前方 有两段钢柱 这两段钢柱 是今天上午的时候 张师傅挖掘机前侧的钢梁 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非常严密的计算 但即便如此 我们看到 完全钢结构 整个铸造而成的钢梁 还是断裂 在白天的练习过程中 当张师傅攀爬至第四层时 由于用时过长 挖掘机底盘上的承重钢梁 突然发生断裂 几身险些从塔体翻落 哎 炸车 炸车 幸亏有吊车在哪 不过请各位放心 经过了一天的抢修之后 我们为张师傅的挖掘机 换上了全新的钢梁 希望全新的钢梁 能够保障张师傅完成挑战 我准备脱钩 上第二层 张师傅现在要从一号台阶 向二号台阶出发了 他的机械臂 现在要够到第三层 固定之后 然后再把整个的机身 抬到第二层台阶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 不就是这样反复地进行 同样的动作吗 看起来好像又没有那么困难 挑战选手张晓成 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你我都是无法衡量的 好 那我准备脱钩 好 那我准备脱钩 好 完全脱钩 随着他的挑战不断进行 他所在的位置 距离地面的高度会越来越高 这对挑战者的心理压力 一定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整个的重量全都在机械臂上 张师傅必须完全 完全地相信自己的战友 13.5吨的挖掘机 现在履带再一次踏到了 上一级台阶的停电之上 张师傅要操作自己的机械臂 把整个的机身往前递进 放下钢梁 必须放到位置才行 方梁必须进入到卡槽里边 好 张师傅鸣笛了 成功登陆第二级台阶 我现在准备脱钩 往第三级台 出台好了 怎么 这次脱钩太危险了 他往后仰了很多 我们在科学技术的保证之下 还要希望张师傅能有份好运 我们现在看到 他已经全神关注地在进行挑战 没有时间再和我进行对话 这说明现在确实状况 可能比较紧急 好 重工脱钩 我感觉啊 这每一层的倾斜角度 是不一样的 钢梁究竟能撑住多久 张师傅不得而知 而这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无疑给他造成了 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自己有点看不清楚 我自己是否落在平台上 您现在落在平台上了 但是您的钢梁是否卡住了 从我这个角度已经看不见了 我准备脱钩 我准备脱钩 第三层成功 有一个栓好像没卡住了 你看 这个栓没卡住 红的这个 因为有之前练习过程中的失败阴影 但在这情人好久在想 我是否继续往上爬 北边的箱子还没打进去 两边都打不出去 上一次就在这一层挂钩当中 保险箱没有打出来 我就最担心的就是 我爬不到顶 我自己在想 我们付出这么多 能不能得到最后 最好的结果 不管遇到多少困难 我自己 得往这个 成功方面去想 满面点满满 我就脱钩了 现在整个机身在往第四级台阶上搜 钢铁锯塔和这个机器 现在形成了一个90度的角 张师傅必须尽快地将履带搭到第四级台阶上 不然的话整个机械臂受力的时间太长 而且对整个这个塔身往外拉的这个力也太大 张师傅离地面应该已经到达10米以上了 这个高度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住宅楼的四层楼左右的高度 此时攀爬时间已超过15分钟 挖掘机底盆的钢梁持续承受着13.5吨的重量 它还能支撑张师傅完成挑战吗 跳车注意我脱钩 我们现在看到张师傅的整个挖掘机 继续的上行 另外一请大家关注一下挖掘机上面的两根保护绳 保护绳是晃动的 是松开的 也就是说保护绳没有提供向上的力 之前我们和张师傅进行过沟通 他告诉我们 他还从来没有到达过第五级平台 都是第一次 张师傅再次鸣敌 安全地到达第五级平台 吊车师傅请注意我要脱钩 张师傅开始脱钩 在18米的高度停留5秒钟 好 成功脱钩 张师傅的机械臂脱钩 这个阳脚我看不到 张师傅保证安全 北边没进去 北边没进去 一边的保险销还没有打上 北边的销打不进去 误差太大 误差太大 保险销啊 就只是打了一点点 我反复确认 然后呢 也打了好几次 还是没有 把那个保险销打出去 最后一层 最后一个完美的造型 我为什么 不加把劲实现它呢 我准备脱钩 张师傅保证安全啊 在最后一层攀爬过程中 塔顶的卡槽 由于误差太大 导致保险销 一直没法打入塔体 但张师傅毅然决然地 选择了大胆尝试 最终 他能够在18米的高空 完成这项 史无前例的挑战吗 我这个时候很关键 我们这个巨塔 现在应该承受着巨大的力量 因为整个挖球机是3.5吨 亲爱的朋友们 现在以我目测的角度 张师傅应该已经到达了顶点 对吗 张师傅 是的 我要为你倒计时了 5 4 3 2 成功 漂亮 张师傅 成功了 我成功了 恭喜你 张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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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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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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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这个挖掘机 大概有多长时间 几年时间了 16年 16年 挑战的现场 有没有家里人在现场观看的 我挑战的时候 我老婆就接到家里的电话 我父亲因为脑梗病啊 就住院了 后来我老婆就紧急带着孩子 就回来回到家里了 虽然他没有能够在现场 见证你的挑战成功那一刻 但是在我们的演播室 可以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份荣耀 好不好 来我们掌声欢迎 张晓成的爱人 大家好 我叫李晶 我是小城的爱人 整个的挑战的过程 你们俩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种 内心的一个感受 其实啊 他这次能挑战成功呢 他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种压力他自己说不出来 我却能感觉得到 因为我们呢是分居室的 我在西安 他在这边工作 一年能见几回啊 七八天吧 就是过年的七八天吗 对对对 是的 每次回家就看到我女儿长高了 我妈妈总是给我讲 她说 你这父亲很不合格 这么多年 我极确是给他们 很多很多的亏欠 但是今天我们也见证了他的成功 你是不是也为他感到 是的 我现在能站在这里 我也为他感觉到 很骄傲 很自豪 他的今天的一切的荣誉 都是你们给他的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我相信都希望可以全力以赴 同时我们都有自己的身体健康要顾 我们有我们的家人也要顾 这个是一个要行走的一个平衡 所以我祝福你们不但是在三一有一个一百分的表现 想还在全方位都可以兼顾到 其实十年前我们国家就提出了要加快装备制造业建设 而这十年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这其中离不开像张师傅这样默默无闻 在心情耕耘的我们的技术人员 我想也是因为你们的这样一份努力 才使得我们真正可能实现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所以今天对于张小诚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的决定是 能 荣誉殿堂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中国的公共机器制造水平已经在世界明面前了 一零年的质地矿难就在现场 中国工人驾驶四百吨重的起动机救援 是救援现场唯一的亚洲面孔 一年日本福岛发生主机激震 核建栈出现泄露事故 核反应堆所需注水的超长泵车 只有中国企业能够生散 中国企业已经走出了国门 在世界的舞台上 绽放光芒